明報多倫多 五點半新聞直播 現在開始 大家好 今天是2月13日 先看看今天有什麼新聞提要 雖然氣障局已經解除了雪暴警告 但是多倫多 今天仍然有連綿的飄雪 明天情人節 氣玩將會回暖 不過就可能有雨 多倫多訂單下街的女人 今早向警方自首 情人節 大家要小心網上騙浪 警方抓到人了 早前那個在大廈露台飛椅落街 還要拍攝視頻的19歲女生 今早早7點 一個人到警署自首 被警方起訴三宗罪 危害他人性命 行為不檢和擾亂公案 有過氣警察說 這幾條罪名都不輕 如果入罪 可能要坐牢 被告墨沙拉塞 今早被警員帶走的時候 頭呆呆 眼濕濕 和視頻的得戚樣 簡直判若兩人 警方說 這麼快破案 是因為很多人主動報料提供線索 還說從來沒見過市民這麼踴躍 當然啦 釘椅視頻在網上瘋傳 辣慶網民 原來被告當日除了飛了兩張椅落街 還有其他雜物 全部都降落在事發大廈的正門入口 幸好沒有傷到人 做壞事不僅僅 還要拍視頻上網 現在被人抓 究竟是天網灰灰呀 還是自己拿來衰呢 明天是情人節 今年鮮花行程和去年比較沒有大變化 以一宅紅玫瑰為例 各大超市20元有酒 去花店買65到85元都有 當然 如果要有些心思更看面 洗二三百都是正常 情人節大家自然想到愛慮 加拿大詐騙中心指出 去年詐騙感情的網上騙案 受害人有760人 被騙金額有2250萬 平均每個受害人損失3萬元 騎警發言人提醒大家 一段網上情緣如果發展得太快 對方又提出有金錢需要 就要警惕 詐騙中心呼籲單身人發展異國情緣 對方又說自己在海外 需要經濟援助都是情感詐騙的警號 其他有用提示 沒有相信太完美的個人故事 騙子會說自己很快愛上目標 如果太多發言考語 又說自己有財政困難 就要小心 氣象局說情人節多倫多天音 好有機會下雨 氣溫零度左右 大家外出約會先有個準備 先祝大家開心愉快 甜甜蜜蜜 這幾天的大雪 路上灑了很多鹽 大家要留意一下自己的車輛 今早在Fairfield Mom 一步停發在停車場的房車 車頭著火焚燒 幸好沒有人受傷 消防說馬路上的鹽水 有可能會令到汽車引擎著火 主要是因為鹽水和電池接觸帶來的後果 如果你氣車車頭的電線過舊 或者有破裂 就會更容易引起火警 被譽為加拿大國寶的大山很久都沒有露面 他最近突然在Twitter上 為一件35年前的事道歉 究竟是什麼事? 原來是他中學時 在學校大會上扮黑念 假扮誘惑樂隊 一個黑人的合唱團 以及演唱了他們的歌曲 他最近想回這件事 覺得自己做得不對 所以想向大家道歉 多倫多市中心 燈打市街 甲雪邦街 今天凌晨發生槍擊案 一個中槍男子 就在便利店裡求助 由救護車送到醫院急救 傷勢嚴重 今天多倫多 下班的時候 氣溫藥府4度 提禁氣溫-12度 明天日間氣溫-1度 今天多倫多的平均油價 是約17.9度 今天多倫多的平均油價 是約17.9度 現在看看香港的新聞 旺角一對男女 在街頭吵架 女子一期後 快步就出馬路 被一架洗子的私家車撞到 服在地上動彈不得 所以無論多生氣都好 都要時刻注意馬路的情況 是香港有一個警長監守指導 而他竟然為了32元的貨品 令到自己沒有了份工 他涉嫌在去年 深水補一間電子燈賣城裡 推出四件用32元的家品 包括一個小型代工籠包 行李牌 LED燈 以及眼鏡防滑貼 被告否認控罪 案件在4月1日再開審 現在看看娛樂新聞 王翠宇 今年第一年以人妻的身份派例 她說新年期間慢慢開派對 不知有沒有影響她的做人大計呢? 你就是了 龍爺 今年全部都是 拒封 即是她進入黎士 她進入黎士 你們的黎士是她進的 所以 是呀 所以全部都是花她的錢 我沒有感覺 還有今年很多 很多朋友特地開車來我家拿黎士 那他們 其實一定的 怎麼搞的 你知道我餡多少嗎? 好像很軟的 你知道那封利是多少嗎? 怎麼會虧了? 你馬上拆開你就知道 他們說一定要有這個運氣 我叫洪永成 我說一拿了這封利是 就到他結婚了 他不是馬上給你 他很開心地帶著 然後叫我要煎東西給他吃 很多朋友特地來 龍虎是特地帶著他們 帶著他們的小朋友 拿到進來 玩到天光才肯走 小朋友都可以嗎? 小朋友玩得比大人更高 那 就很開心的 所以 今年就 天天都 天天都有人來家 那就很好 假裝拜年 有沒有被人催生小朋友? 沒有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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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你們這些客套說話 總要說的 哈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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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暫時這套劇都已經要 這套劇都已經要 這套劇要拍到什麼時候啊? 龍爺 看你的而已 不是呀 如果你沒有時間 你回去要做功課 那我們就停了給你做的了 你說要拍到暑假的? 總而言之以你為先 哈哈 好 這套劇我們看看可以拍到多久了 是啊 做完訪問你要走都行 是不是 問龍爺過兩招給他 哪招啊? 殺小朋友 我不懂的 你不懂嗎? 不懂的 我都是 不懂的 是啊 就是純自然 自然界裏面有些很奧妙的 很自然的就有了 原來是這樣的 很有趣的 不用想太多東西 因為我怕你想錯了 原來是這樣的 明天就是情人戰 祝大家明天 有個甜蜜的情人戰 明天